中共隱瞞武漢肺炎疫情 令病毒扩张失控 酿成灾难 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肖若元透露 中共已知道疫情或挑战到中共权威 走到亡党亡国的阶段 目前中共重点是保住北上广香港等11个城市 武漢肺炎肆虐全球 外界质疑中共一直隐瞒疫情 官方数据造假 拥有50万粉丝的香港知名评论员肖若元表示 根据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梁周伟的研究报告 以及海外专家评估的病情传播系数 预计中国有过千万人染疫 过百万人死亡 等于苏联的切尔诺贝尔事件是这么严重 是自从1918年西班牙流感以后 全世界未曾试过这么大型的传染病 会杀这么多人的传染病 造成疫情失控的根源在于中共隐瞒疫情 民众怒火纷纷烧向中共 萧若元称收到消息指 中共高层也知道疫情或导致亡大 他透露中共将不惜代价 不惜牺牲其他城市去保护11个大城市 包括西安 乌鲁木齐 沈阳 哈尔滨 北京 天津 上海 杭州 广州 深郡和香港 未来两三天疫情最关键 呼吁民众自救 新唐人记者梁珍 香港报道